欢迎您再次收看 给你点上新登 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 就再来看连生活佛 在2010年的新春 接受媒体的访问 畅谈自己50岁 才开始作画的意境 和他的心得 这50岁的时候 我本来50岁 我想写两个东西 一个是皮安诺 就是钢琴 一个就是那个 就是画画 那当初想学音乐 那就要请钢琴老师来教 那么当时想 这个音乐大部分只是自语 自语 弹一弹自己听 你说要秀的话 必须要到 就是要扛着钢琴走 他就想这样子不对 干脆画画 自己画也可以至于 有时候你弄一个小小一个展示 展示也是很好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不像钢琴 要抬着钢琴走 那我就学画画 学画画就是 有一个老师 他来教我 教我几次了 他要教我几次了 叫朱木兰 朱木兰老师 教我以后我就开始 50岁就开始写画画 那教几次了以后呢 我就画出 画自己的东西这样子 他是岭南派的 但是我的画里面 没有岭南派的这个 这个岭南派的这个轰格在里面 我走我自己的肚子 自然派 我也不知道什么派 搞不清楚 反正喜欢就是了 喜欢图 图一图图一图 搞信什么 像这个连吉上司 那个连吉上司 他现在也在画画 当初我隐居的时候 是在他那边 跟他在一起 那么 他说他要画 我也画 我就画一次给他看 现在他变得好厉害 他每天画出来的 他画的东西比我的还苦 是 你大概学了几次 就开始 我大概学了 有五次吗 四五次有 他只学一次 他学一次他就开始画了 现在他的画都是送人 打破行情 打破行情 你的画是送人的 我的画人家 他有时候也可以易卖人 人家 我走到哪里 都看到他的画挂在那里 他都是送人的 没有人要挂我的画 你知道吗 我的画还是有价码的 他送人的比较厉害 挂你的画的人才厉害 他的画很好 他的画 他脑筋很火 看过一次以后他就会 都有你的天气 他的名字叫连吉 连吉 他的画画他都 吉是极端的吉 连吉上司 他的画都是签名 就是连吉大腕 大腕 因为他想说大签算什么 要大腕 张大签算什么 我的连吉大腕 大腕 他是比较厉害一点 如果说现在的整个社会现况 来看的话 你觉得现在社会有什么问题 社会的问题才多了 问你们 这个问题是你们的问题 那是你们的问题 我们有 我们有 你们当记者的 眼睛很明很金 一个看出来 社会的症结在哪里 社会的毛病在哪里 都是你们都看出来了 在报纸上通通都写出来 全部都是社会的问题 全部都是是非 全部都是有一些问题 全部都是有一些问题 你们做记者的 就很清楚 要怎么拯救这些世人 其实 我讲在有形上面 就是让社会能够 经负 大家都有钱 就不会出问题 在财方面不会出问题 那么在道德修养方面 在人跟人之间 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另外还有内心的修养 禅定 让烦恼不出 不生 烦恼不生 这个社会问题就会减少 所以最原始的应该是要 在外在的 外在的 就是经负 跟道德 在内在的 就是修养 跟静坐 让烦恼不出生 因为烦恼如果生出来的话 就容易出问题 出社会问题的 那必须要靠修养 靠静坐 靠学活 那么这一次回来主要也是说 第一个就是 签书会 就是第二一二级的 吴胜宴的机密档案 这一个 这一本书的签书会 那么第二个就是 做孔雀明王的法会 在二月二十七号 孔雀明王的法会 那么这个法会呢就是 希望能够 这个复国祈福啦 因为孔雀明王的威力很大 大部分孔雀明王在日本 做法会都是复国法会 所以 孔雀明王复国法会在台湾也是 以前好像没什么听过 那我们就做这个 希望台湾这块土地啊 能够这个国印苍隆 空调一顺 那人民的很幸福 这样 可以聊一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